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持续带您关心 62岁的微软创办人 同时也是前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 最近登上了美国爱伦脱口秀 而他在现场玩起游戏 挑战猜测民生用品的价格 超会赚钱的他 对于民生用品的售价 居然真的是一无所知 被不少的网友调侃 前首富果然是不食人间烟火 天才超级富豪比尔盖茨 会赚钱却不一定猜得到 民生用品要多少钱 首次登上爱伦脱口秀 就来挑战猜测日用品价格 答案与实际价格相差一美元就算赢 你认为饭丝尔盖茨会赚钱 一元 五元 观众不喜欢 看一看 准备 那是一元 看什么价格 我会拿五元 我知道 答案一开始就差很远 美国超市常见的洗衣胶囊 和冷冻披萨球 这位前首富也通通得靠观众提示 四 dollars 四 dollars four dollars four dollars no no they want they want me to go higher yeah let's go with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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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lars 一元 好 19 dollars and 97 cents it's expensive to do laundry I'll go with twenty tw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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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fteen fifteen no no lower lower 8 all right let's try it 8 dollars 8.99 盖茲显然不食人间烟火 总共五种名神用品 只有一项靠自己猜对 how much would you say that flops is I would say four dollars look at you three seventy eight that's one eight right 搞笑的艾伦还合成了一段山寨版比尔盖茲 大跳热舞 让坐在台下的盖茲女儿笑得合不聋嘴 二十一岁的珍妮佛盖茲一头金长发打扮朴素 外形人十分亮眼 比尔盖茲也透露为了孩子 家里还特别设计了一个弹跳床游戏间 盖茲坦诚自己没什么奢侈品味 只有一辆保时捷和一架私人飞机 不过身为全球前首富 显然和一般平民生活还是有很大落差 截上比赛美员综合报道 这款圆形人的收尾 像是有最高的 以来工作竟然是有最高的 而在这边 公司上尝尾 可以找到一份